那么把我们的流动比率 速冻比率说完了 然后长期的我们也说完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运营能力 营运能力 营运能力 营运能力比率呢 大家看上去好像挺麻烦的 对吧 这么多的文字 这么多的内容 但营运能力呢 你只需要掌握几个 第一个 它是衡量资产管理效率的指标 什么意思 营运能力体现了某一种资产管理的如何 比如说如果是总资产 我们就看总资产在这个过程中 它转换的速度快不快 如果是流动资产 我们就看流动资产在这个过程中 转换的速度快不快 如果是存货 那我们就看存货转换的速度快不快 最后呢 应收账款 我们就看应收账款转换的速度 那存货转换的速度 其实指的就是 仓库里面的存货被搬空的速度 而应收账款转换的速度呢 就是应收账款收回的速度 对吧 应收账不就要回收吗 回收不就没有应收账了吗 对吧 是收回的速度 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它都是谁啊 总资产 流动资产存货 应收账款 是不是都是资产 所以它是资产的管理效率 跟我们负债能力不一样 负债是中间比较好 别过高 也别过低 但是呢 周转率绝对是越大越好 越大越好 周转率越大 就说明管理的效率就越高 对吧 不断的在周转 好 所以各位理解啊 各种周转率是我们要注意的 各种周转率清楚了 那我们说可能考你计算 可能考概念 考概念有几种考法 第一 问你以下哪些属于 这个资产管理效率的指标 看什么 看周转率 只要看到周转率三个字 资产管理效率 什么比率 营运能力比率 对吧 马上就解决了 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我们看什么呢 我们是用计算公式 要考计算 那这个计算 有些人说 那这么多的公式怎么计 很简单 我给你一个万能公式 就是 A资产 它的周转率 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主营业务收入 然后呢 除以它的A资产 平均值 除以A资产的平均值 为什么我要用A资产 因为这A资产可以代替总资产 可以代替流动资产 可以代替存货和应收账款 所以就是它的平均值 好 那么平均值怎么求呢 平均值就等于A的7出 加上A的7末 除以2 就OK了 就这么一个关系 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好 理解了这一点以后啊 我们说 这个计算也不难了 对吧 不就是用它 主营业务收入 一定注意是 主营业务收入 因为我们收入 是不是有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里面 有主营的 又有其他业务的 什么卖商品 提供老物啊 是我们收入那部分学的 我们现在用的是什么 主营的 对吧 用主营的 除以这个资产 7出加7末 除以2 所以计算你就搞定了 这样求出来的是什么呢 资产的周转率 或者叫周转次数 但是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词 叫做周转的天数 周转的天数 天数怎么来的 我们的这次数 一般指的是 一年几次 次数指的是一年几次 那一年几次 我说一次多少天呢 是不是就是用 360天 除以次数 就等于我有多少天了呀 对吧 所以周转天数 就等于计算的天数 除以周转的次数 就可以得出来了 各位要理解这些逻辑 好 这是我们的盈域能力 计算知道了 周转天数 周转次数 然后资产的管理效率 这些东西都知道 还有呢 越大越好 对吧 就这五个点要考 然后我们再看盈利能力比率 幸运的是盈利能力比率 已经不考计算了 为什么 因为在第一章 盈利能力比率计算太多了 总资产收益率 叫不叫盈利 叫 然后呢 净资产收益率 叫不叫盈利 也叫 对不对 还有呢 我们的财务净限值 内部收益率 这些都叫盈利能力 只不过呢 那个地方的盈利能力 是从项目评估的角度 而这个地方的盈利能力呢 我们是从会计的角度 当然意思都差不多 所以考试呢 不会太在这个地方去考你 那重点考什么 要知道 盈利能力就是衡量盈利能力 赚钱能力的指标 对吧 好 然后呢 我们有什么 营业净利率 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净利率 是不是就那些东西啊 净资产收益率 就是我们第二章 第一章讲到的资本金净利率 就是我们的资本金净利率 净资产收益率 就是资本金净利率 然后呢 总资产净利率呢 是用净利润除以总资产 对吧 类似于我们的总投资收益率 类似于这样的 好 都是什么 越大越好 盈利嘛 当然是越大越好 还有封顶嘛 上不封顶的 对不对 好 再说发展能力比率 发展能力比率呢 衡量的是企业的发展能力 那发展能力 由哪几种发展呢 第一就是看增长 第二就是看流存和积累 对吧 增长越快越好 流存越多越好 这就叫发展能力比率 所以营业增长率是 今年比去年增长了50% 每年都增长50% 发展能力好不好 当然好 对吧 还有呢 流存或者叫积累 我一个小朋友 一个刚刚毕业的小朋友啊 在公司工作拿5000块 另外一个也拿5000块 那么一个小朋友呢 这5000块 我能够流存4000块 积累4000块 另外一个小朋友呢 只能积累1000块 那你说哪个小朋友 你觉得他未来更有潜力啊 是不是这个 对吧 他因为积累的很多 把钱积攒下来了 那未来呢 提早买房 提早娶媳妇 对不对 所以资本积累率 这边呢 积累率相对低一点 对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 营业增长和资本积累 考考什么 就知道 他们是关于 发展能力的比率 体现了发展能力啊 或者叫做市场潜力 发展嘛 就是市场潜力有多大 就是这个关系 好了 我们再拿中企业中建和茅台 来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都是公开数据 那我们先来看周转率 周转率呢 总资产周转率 普遍都在0.5 0.3左右 对吧 都不高 然后存货周转率呢 普遍都在 一点几 二点几 当然茅台很低 0.21 有人问 为啥茅台的周转率 存货周转率这么低啊 茅台人家是酿酒 对不对 你需要酿酒 酿得越长越好 还是越短越好啊 当然越长越好 酒是成的香嘛 所以茅台的周转率很低 但是呢 我们说中企业中建的比起来 他们也有比较大的差异 谁的存货周转率高啊 是不是中企业啊 中企业的存货周转率高 中建呢 存货周转率低 就意味着中建的存货 它是运转的效率 或者管理的效率 是相对低一些的 好 应收账款周转率呢 对于我们中企业中建而言 都差不多 在5或者4啊 都差的不是很多 但是谁更好呢 中企会弱一点 中建会更好 所以你看他们俩 存货周转率是中铁好 然后呢 应收账款周转率周转 中建好 但是要说应收账款周转率 谁也比不过茅台 对不对 茅台85.68 有人说怎么那么高啊 85.68里面什么概念 你用360 除以85 什么概念呢 是不是差不多4点几啊 4点几天呢 是不是啊 也就意味着 茅台4点几天 就可以把成本 把他的这个应收账款 收回来 想想也对 对吧 谁敢去 谁敢去拿茅台的钱压着 拿着钱 你都买不到茅台 更别说 你还要压茅台的钱 对不对 不容易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说 盈利能力指标 盈利能力指标呢 我们包括净资产收益率 和总资产收益率 这两种 那么净资产收益率 我们看到 谁高啊 对于 对于中铁和中建相比 是中建高啊 总资产收益率呢 也是中建高 所以盈利能力比率 中建是高于 略高于啊 高的也不是很多 略高于中铁 而 但是都比不过茅台 对不对 茅台还是最高的 好 还有呢 就是发展能力比率 我们说营业增长率 那2020年营业增长率 普遍都不如2019年 对吧 2020年不如2019年 但是呢 我们说中铁和中建呢 其实在2019年是差不多的 但是2020年 中铁的增长率 就比较慢了 对吧 就慢很多 所以这可能跟2020年 中建拿到项目多 中铁拿到项目少 有关系 好 这样呢 大家就可以只是根据数字大小 做一个大小比较 难度并不大 对不对 好